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就去到第三段影片 再讲卷一的第三条 就是有关于人面识别系统技术的一个二题 好,我们先看看第三条的题目 第一条是关注的 社会大众对人面识别系统技术的关注 第二个就是典型的利大于弊的题目 只要留意的是人面识别技术的普及对社会发展 好处多还是坏处多呢 问你是否同意的情况 所以起码大家在资料里要找一下 所谓的社会大众有没有特定的持份者 他们在关注什么特定的议题 是触及到他们的利益的 留意一下,稍后我们也会解释的 有关于关注的时候 究竟有什么我们真的要抽取出来的呢 还有社会发展 利大于弊的准则 题目一定会给相关资料利用的 好,接着就看看概念词 那在整个题目的识别技术里面 有什么要留意呢 对于整个,刚刚刚说完社会发展 对于社会发展来计 会有什么变化呢 例如我们会出向智慧城市的方向进发呢 但是对于我们的个人私隐 生活的质素 资讯科技 他们各者 有什么要求 或者有什么衍生出来的问题 会影响得到他们呢 还有成本效益 为什么要有人面识别呢 自己认不得吗 我们恒常地有身份证 有卡 有密码 那些 为什么会用到人面识别呢 这个是说 看一条题目 只能看一些资料 我希望大家 能够有这些概念词 pop up出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 读通识的意识 我们读通识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能够 将我们的知识套用回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对不对 那先看第一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呢 那我们有三款颜色 选了给你们的 第一款就是 这个基本的应用 绿色的 个人手机啊 电子付费啊 这些东西 又或者 我们有其他国的 也有用处的 去追捕不同的人员数据 找失踪者 或者找罪犯 或者法国的居民 可以自己 上载一段东西 从而确认了身份的话 就可以利用到政府服务 那些 这些是应用来的 OK 那接着 有什么识别呢 性能如何 哇 原来都挺厉害的 总结率是96.5% 比人的肉眼为之高 OK 所以 也都漸漸 令到未来有什么契机 零售啊 金融啊 保安啊 对身份证 那么严格的东西 喂 如果能辨别到这个人面呢 那就OK了 OK 甚至乎 未来就是这样 我们什么证件都不用带了 数一数个人样 或者你看电影 你数一数你的瞳孔 OK 或者我们 其实以前 在人面辨识之前 我们就用指纹 对吧 就是之而此理的东西 我们不需要太多 卡 加多现金在身 或者身份证 不需要了 OK 其他东西都可以用一些生物辨认的方式 去知道你是什么 OK 那就知道B了 有什么的顾虑呢 是吧 有没有解决办法呢 所以 在当中就是说 大家会担心自己的私隱 会被这些新科技去侵犯 因为呢 就可以 例如 伦敦警方不断与人面识别 所以我算是��는矢师 但是又不想了 他通俗犯人是一个好的 但是原来发现出错率 有otal整当百成 的 的でしょう 你当一个普通行过 人家的是犯 şey 不可能 这是不合理的 但是 即是 即 什么的人去认錯 更加不合理 更多 的 Census 很無辜的 是不是? 只是在街上買串魚蛋而已 還有一些民權聯盟就發現 他將28個國會成員 應該是家底清法 都當了通修犯 那就真的糟了 他自不然人都害怕了 會不會誤判了我 即是你拍我的樣子 還要誤判我 侵犯我私隱這樣才不行 但是怎樣搞呢 就是不要緊 當然我們除了人面識別之外 我們還有提升分辨率 用不同的規格 即是用5G技術 將數據不斷地傳來傳去傳去 再加上人手的二次驗證 這樣就可以解決到 人面辨識的不足 當然很搞笑的 CAMERA檢查完一次 又要你的人又檢查一次 那你慢了 那當初為什麼不用人呢 人都不是說低的 94% 你用電腦都是96% 升得少少而已 但是也有錯的情況 可以出錯率是達至80% 那明明太過份了 對不對 然後到C 就是呢 亦都在說人面識別的技術的伸延 我就是說擦臉之乎 認你的樣子去付錢就可以了 所以他日呢 就是去了一個自動收銀機那時候 去嘟你的樣子 OK 不一定是嘟你的身份證 嘟你的樣子 這樣就可以簡化到 這個埋單的過程 減散到收銀員的人手 除了自動收銀機之外呢 如果確認你的身份啊 政府的交費服務啊 或者填表填性啊 那就不用了 數一數的樣子搞定了 其實對於長者來說是好的 有時候行動不便 寫不了字 或者教育水平不足 是不是 其實找人寫 不如數一數的樣子 知道你是陳白了 那些資料都入了出來 那就OK咯 OK 那去到第二段呢 就是講的 當中呢 有一些大眾的憂慮啊 應用那些 例如 捉通緝犯啊 是不是 又或者 大眾的憂慮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平均三個人 就有一部機 監控著他們了 其實 你怕不怕呢 甚至最後那句就是說 在公廁都有 OK 九分鐘之內 不能再拿廁紙 OK 那這個用途 就引起社會的熱烈討論 有人支持有人反對 OK 在這裏當中 你們要想一下 啊 在不同國家底下 這個人面識別系統 OK 它會怎樣用法呢 它用的程度 是有多大 或者多小呢 OK 就是去監察犯人 還是監察整個社會呢 帶來的是方便多些呢 還是一些阻礙多些 還是一些不便多些呢 OK 或者令人 令人 令人民 不安是多些呢 OK 一個這樣的情況 好 那先看第一條 這個部分 參考資料 它會講回社會大眾 對於人面識別技術的一個關注 我們主題人面識別技術 關注的 就是一個 不用多 OK 是否一個資料歸立題 剛才說過了 社會大眾 那什麼水呢 它關注什麼呢 OK 所以它比起一般的影響題 是難一些的 之前都解釋過了 OK 所以要回答的是什麼呢 整個邏輯就是 有些事情發生了 影響了一幫人 那幫人 你就要找得很準 就不是就這樣叫社會大眾 題目就叫社會大眾 什麼水線 我也是市民 OK 李嘉誠也是市民 但是很不同的 我們的社會階層 是吧 但是它是有錢的 我就是 又不至於草根的 就是叫做小康之家 但是我們的階層是不同的 OK 我已經分別很大了 是吧 所以 當中 對影響誰呢 什麼持份者在裡面呢 為什麼它要關注呢 那就是說 那樣東西應該是牽涉了我的利益 OK 那我才會關注的 是不是 還有如何關注呢 所以通常這些關注 都是講一些問題來的 雖然你說不是那件事 可能是好事來的 有沒有得都關注的 好事呢 按照計 沒有什麼需要特別關注 是真的壞事你才會關注 例如什麼意思呢 現在武漢肺炎就很厲害了 是吧 那我們現在有特效藥 聲稱就推出得到 是吧 但是 好事呢 是不是 但是牽不牽涉利益呢 要看看哪些人 如果一個人沒有病沒有痛的 即是說 可能歐美國家那些 他們的疫情沒有那麼嚴重 那其實有沒有這些新藥 對他們來計 未必是這麼大的關注影響度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現在抗疫 大哥 我們香港都很多人中招了 已經 OK 但是 藥沒有我們份 是不是 藥不一定是給香港人用的 那我們就關注了 有藥出現是好事 但是也要看看你是什麼誰 OK 還有第二就是用盡資料 由於持份者是很不明顯的 所以你們要介定給我聽 那當然了 三個層次 OK 運用到資料 指出了一個現況 例如你說 他們關注自己的私隱有沒有被侵犯 OK 然後再講 就是去詳述人面識別的問題 在乎你解釋得深淺程度如何 OK 所以這裡起碼三個層次就是說 其實沒有說哪一個層次高過哪一個層次 這個邏輯我經常講給你們聽 OK 不只是關注題 平時我們那些建議題也好 評估題也好 其實都有不同層次 先抄了資料 先指出了一個問題 然後再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案 OK 其實當中這三個步驟沒有說哪一個比哪一個高 OK 就是說 我們說抄資料 和指出現況 和指出人面識別的問題 雖然他們三個不同的東西 但是沒有說 喂 你沒有抄到資料 你沒有寫到現況 但如果你能夠詳述到那個問題 然後再講到究竟誰關注些什麼 你就會得到最高分 不可能的 永遠都是說 兩層樓比一層樓高 三層樓比兩層樓比一層樓高 就不會說純粹叫三樓比一層高 三樓是不會比一層高的 層層樓的高度一樣的 只差在你能不能夠砌積積木層層疊 砌到變成三個層次都有 你就成功答得到這一類型的題目 OK 先去看看我們有不同的社會大眾 看回你自己的答案 或者看回你心裡面的答案 大部分和我都說大眾 社會大眾 社會大眾就是關注他們的私隱有沒有受侵犯 其實他們是一群什麼人呢 就是一群很注重個人私隱的大眾 有人是不注重的 有人追求方便多過私隱的 那群人就不會去關注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只說社會大眾 就關注這個人面技術的精確度是不夠的 我是擔心私隱受侵犯 OK 又或者 直接說什麼 就是收穩員 對不對 收穩員 現在我關注的就是 如果人面識別技術廣泛應用的時候 對經營成本其實是降低了 降低了的時候 為什麼會降低了 因為炒了我 那我就關注這個技術會不會影響我的繁滿 對不對 這個就是私隱問題 就是你要引用正確的資料 就是說 誤判率其實也很高 對不對 送出去的資料 是給政府當局用的 那究竟我們會怎樣用呢 OK 對不對 這個情況 所以 認錯率仍然都是這麼高 又發了政府不知怎樣做的話 所以 自不然也會令到大家很抗拒 OK 很關注這件事 所以 記得剛才我講的三個層次 發生了什麼事 影響了誰 對於他自身利益有什麼影響 從而他才會關注這件事 對不對 OK 好 看看A part 同學的答案 一開始這個我厲害 參考資料 A B 及 C 好像很厲害 所以 可見 人面色別技術 對社會大眾 帶來關於 私隱問題的關注 當然剛才也是那句 這個 社會大眾可以寫準確一點 就是很擔心 OK 私隱問題的大眾 是那一批人 OK 他們關注的是 私隱被受侵犯 或者擔心準確度的問題 OK 準確度高低 很多地方都用 接著有收銀機 又會拿去付錢 方便 接著就是掃的樣子 觸犯人 很方便 OK 當然那一句 這一段 你用了很多資料 不如說 哪個資料放在哪裏 你這樣太取巧了 雖然我經常說 資料回應題 我便用了 是不是 我便參考了 但問題就是 你都說說資料在哪裏 用了在哪裏 還有這幾句 某程度上都在說一些好東西 好東西都是那句 是不會特別令人關注的 關注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後面就說 與此同時 亦都是代表著一種監控 可以掃描 街上不同的地方 掃過人 令人感到沒有私隱 中間這處 你就要看一下 有沒有多些東西可以說 人門到處做的 所有東西都會被人掃描 和追蹤 私隱 不是私隱 應該 OK 這樣就會被侵犯 引起私隱不受保障 即是 尤其是最後這幾句 是不斷地loop 沒有私隱 私隱受侵犯 私隱不受保障 即是 你要說一下 為什麼 例如說 要認錯人 OK 這些數據會傳給誰 不知道他們會怎樣用 之如此類的情況 OK 所以社會大眾 和關注私隱權的社會大眾 是有分別的 即是說社會大眾 和關注動物權益的大眾 是兩批很不同的人 應該 對不對 不能夠說 不要分得那麼小 大家都是地球人 對不對 如果我們說不要分得那麼小 大家都是地球人的話 我們通識科 我就不需要教持份者 是不是 要教你們持份者 就是因為 告訴你們 這個社會是多麼多元的 是多麼不同的人 是有不同的想法的 大家站在不同的立場 大家不同的價值觀 這個社會是怎樣不同的 和說說資料在哪裡 和關注個人私隱受侵犯 或者關注人面識別的技術 準確度 那些 這個是要寫準一點 不是說他寫錯 而是可以寫得更好 OK 然後另一個 又是社會大眾 對於個人私隱遭到侵犯 OK 我這裡特別想說的 中間那些 跟剛才的同學差不多 我只是想說肖像權 OK 去到下面 以及可能會侵犯當事人的肖像權 OK 肖像權和私隱的確是兩件很不同的事 OK 私隱是說你平時做什麼 在街上走走走走走做什麼 有沒有撩一下鼻屎 那些都被人一攬無遺 甚至乎在廁所都裝一部機 你還夠不夠膽去廁所 雖然可能他只是拍著那部 這個 拔廁紙那部機 但是你幾時幾刻 哪一刻去過廁所 可能都被人記錄了 那麼肖像權是不同的 肖像權呢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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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是用日本的肖像權去理解 香港就沒有肖像權的 日本、韓國那些 可能保護的明星 那類型的肖像權是很重要的 OK 即是說你在日本的街上 你都不可以隨便拍人的照片 但是日本的肖像權 他沒有一個很硬斑斑的法例去罰你 所以到頭來好像只是一個 較為道德的概念 就是說你如果真的要拍照 在一個公眾地方拍照的話 如果真的要拍到人 那你不該多單聲 尤其是可能你特定想拍某角度 即是插到一個人下去 你說我可不可以拍照 你也要問一問 這個是肖像權 那還有 香港沒有而已 中國有沒有呢 原來中國是有肖像權的 OK 在這個法則裡面 但是當中呢 他這個肖像權的用法是說 未經過那個人的批准 你是不可以拿他的肖像 拿來做商業用途的 即不是說隨便剪掉 例如你拿著冠可樂 這樣算 我拍了這張照 然後就 哇 連他都喝可樂啊 真是厲害啊 即是不可以這樣 這個是商業的用途 但如果這樣去侵犯當時人 超像權的話 其實又不是那樣東西來的 私隱和超像權 即是我們在街上 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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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 所以你答題的邏輯就有少少怪了 OK 好 那接著就去到B part B part就講一講這個 人面識別的技術的普及對於社會發展利大於弊 最典型的手段目的題 OK 準則就是利大於弊 那問你是否同意 那參考資料就你所知 限制住 其實都已經很彈性了 一個很典型的評鑑題 或者是評估題 OK 那有什麼要留意呢 在扣著兩樣東西 就是人面識別技術和社會的發展 即是這個技術 OK 和社會發展之間的一個扣連 用盡ABC 雖然他說可以就你所知 但我真的很怕大家放飛自我 你是關事的你才寫下去 OK 所以用盡ABC其實都很夠皮的 OK 利大於弊的準則 為什麼叫好 為什麼叫不好 對於社會發展 OK 怎樣去看法呢 OK 而最重要的 OK 就是講的 是個普及 喏 剛才那條A部分就說了 對於人面識別技術的關注 OK 就是說 我用這件事 你會有什麼關注 但如果來到這一處 他多了普及這兩個字 就不同的說法 就是說 這件事真的可以遍佈你的日常生活 這樣才是普及 是吧 出街 剛才我們說那些給錢 啊 手機啊 認你的樣子給提供公共服務啊 之如此類 或者真的去廁所 看看你拔了多少個廁紙啊 這些就叫普及了 是普及了 對社會發展會電 OK 所以你也要扣緊這件事 就不可以只是說 有這個技術咯 或者那些社交媒體那些 是不是 有社交媒體和社交媒體遍佈你的生活 是吧 那些人呢 吃個飯又拍照 出個街又拍照 做個運動又拍照 之類之類 OK 這個就是普不普及的意思 而不是說有沒有這個技術 OK 兩者的層次是不同的 接著就看看利大於弊的話 做了一些歸因給大家 就不同的角度 就個社會發展的不同角度 OK 去做一個簡單歸因 再加上那個生活質素給你們去看 所以有幾把不同的尺 公眾安全是其中一把社會發展的尺 生活變節度是這個社會發展的尺 成本效益都一樣 當然也有不同角度的生活質素 給你做個參考 OK 公眾安全不難理解了 就是治安問題 OK 所以收集了個人體徵的話 其實是可以有助提升破案率 之類 OK 生活方便了 OK 可以簡化了服務的流程 節省時間 那些 這個正正就是智慧城市 對嗎 有很多同學就是說 他們生活方便了 就是他們可能節省時間 可以嗎 或者上了段片 然後有服務 然後就方便了 那方便了的話 那有什麼發展的空間呢 我就是智能成事 智慧成事 然後降低成本 會否負擔 或者改善服務效率之類 這些都是一樣的 OK 好 接著不是利大於弊 其實是壞事多些 拿人的資料 私隱受侵犯 OK 這個又是社會發展 社會發展 就是說 你為什麼會不斷監控自己人民 他們是反嗎 他們是普通市民 個個都是良好市民 OK 接著 現在技術成熟的問題 這個就是說 對社會發展 可能不好 喂 你會出錯 是嗎 扣錯數 捉錯人 或者你還要用錢 去補回漏洞 喂 那就免得失事 所以第三部分就是 運作成本的問題 又說會快了 又說成功了 OK 為什麼用的時間會多了 使用的錢反而會多了 說什麼社會發展 OK 所以 取用市民的資料 技術成熟程度 或者運作的成本 將它變成不同的角度 政治的角度 社會的角度 經濟的角度 給你做個理解 第一款 我同意 這個同學說 我同意幫助到警方追犯 找回失蹤的人士 資料B就提到這些技術 可能會判錯 OK 但是我都認為可以接受的 因為你的技術更加有利 會方便了 治安會好 那些 一段過 已經完了 所以 這個同學 我要稱讚的是 他有up到有正有反 是好的 但問題就是 炒了一碟 為什麼不分一段 分一分段 每一段引起資料 其實 起碼是好好的 再加上利大於弊 你也有準則 他只是普遍地說 有什麼好 有什麼不好 但沒有一些特定的 有關於社會發展的準則 所以 分數也真的不高 他有嘗試作答 但也是集聯無章 炒了一碟 所以分數也不高 好 然後另一款 我同意 又見到立場很好 有助令到社會安寧 當然他沒有特別的 我把尺 不過不要緊 繼續看看 可以找一些犯人 任而識別得到 加快了執法人員的工作 快些逮捕到一些人 因為他們很難再去避 甚至乎再犯罪 從而減低了社會犯罪率 令到社會安寧 要講一講社會發展 對嗎 或者一把尺 為何會是達利多於弊 第二 就是 帶來方便 插面支付等等 為民眾帶來便利和效率 減省收穩人手之而之類 又關社會發展什麼事 這就是剛才所說的 智慧城市 不單止說人 智慧城市也有很多東西 例如交通燈的配置 人的安全 第三 人面的識別 可以打開了金融保安的契機 這裡就沒有了 還未回答完 無以為計 因為回答到這一部分 其實也有不少同學 已經回答不完題目了 寫不到 已經可能去到B部分 這一題第三題的B部分 可能已經停了 這裡就是沒有正反意識 其實全部都是好的 對不對 智慧好了 生活方便了 打開了金融契機 OK 還有沒有了準則 但起碼他多了些東西 嘗試分段 所以分數真的可以高多些 好,接著到下一位同學 他寫的是同意利大與弊 第一,維持社會的智慧 引用資料 就是說有了這個技術 可以去抓了些犯人去 好,好 接著就是 可以沒有死角的情況 因為普遍 沒有死角的情況 就可以去 容易知道他的位置 抓到他 那種難以實行 應該完美犯罪 我相信 而不是完非犯罪 不知道說什麼 我相信完美犯罪 看得太多偵探小說 可能這位同學 由於做不到完美犯罪 所以就唯有收受 所以效率自然會低 所以這個社會的環境好 日後在這個發展過程中 減少了一些 這個不好的情況的干擾 OK 那麼 說得到的 都有一些社會發展的東西 第二 就是提高了行政的效率 因為呢 可以掃一掃的樣子 就確認了身份 OK 減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文書 那些 從而就令到行政效率提高 那這裏呢 我又有少少疑惑 它都應該可能要寫一寫的 然後 你想想 登記容易了 代不代表著那個行政效率會提高呢 OK 那這個 我覺得又未必的 當中是要有些事情去留意 就是 例如 政府有些政策 登記是很容易的 但是它到頭來做到給你呢 是很難的 是很慢的 OK 就是 簡單如 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那4000元這樣算 即當然那4000元已經是填寫都煩了 是不是 然後派錢又慢了 是不是 所以你說登記容易了 但是它派錢又是慢 對不對 因為整個配套差 OK 這個都是說 登記和行政效率的差異 但是我欣賞它後面的就是 如果政府行政效率夠高的話 為市民帶來方便的話 它的確是認受性會增加的 OK 所以 之後 之後呢 政府制定政策的時候 就會受到少些反對 所以有利社會發展 這裡就 這個 推論不是說錯的 OK 不是說錯了 那只差在 那關社會發展什麼事呢 到頭來 OK 就只是說政府方便了 但是政府是否發展了 如果發展一些惡法的話 其實也是不行的 OK 然後呢 就是 後面我雖然有人認為 人言識別技術可能侵犯了一個私隱 但是呢 保障所得的個人私隱 用於正常途徑 例如提供服務 又不是 隨便去抓你 那些 OK 所以到頭來呢 如果機關是不能夠用作商業用途的 OK 亦都不會拿來去做任何犯罪的 即是 哇 政府沒有理由帶頭犯罪的 我相信 對吧 所以令到大家都受到法律保障呢 可以釋除大家的疑慮了 這裏奇怪怪的 無緣無故變成建議 是不是 這裏 如果只能夠什麼什麼 即是如果政府能夠確保什麼什麼 就釋除疑慮了 OK 那其實這幾句就真的差點害死自己 OK 因為他本身有正反意識 也都剛剛這段都有博倫意識 是沒有什麼準則 但是這一下變了建議的話呢 其實是離題的 只是這一段而已 我不是搞到他全部答案變成無事看 OK 但是這一點是可以講一講 OK 大家自己小心 當你去做評估的時候 不要無故 如果他敢做敢做敢做就好了 那 都要扣緊題目的 是不是 扣緊怎樣幫助到社會發展 這裏就沒有了 釋除了大家疑慮 接著就停了 那關社會發展什麼事呢 是不是 所以這裏就 雖然寫得多 但是去到這部分 最主要轉到這部分 就不能夠令他有特別高的分數 OK 好 接著就講回到最後整份卷一 OK 我有兩點要講的 這是第一點 就是時間管理 因為來到中六 大家的時間管理 已經不能夠再這麼差了 因為沒有理由 還有整個兩個長的分題是沒有答到的 第二題的C部分 第三題的B部分 是很難接受的 很老實 因為你應該真的試過這麼多次的測驗考試 你沒有理由不知道時間管理是很重要 你寧願回答到差不多 我也是那句 你回答多五分鐘 你是不是確保自己會拿完那條的分數 如果不行的話 為什麼何不開一條新的 拿了最基本試答的分數 拿回一兩分 說不定已經完成了 再有時間回到前面再腳踏 所以 8-2分鐘踏3題 平均一題就踏40分鐘 但當然 你想想這次我們這份卷 或者出到的DX也一樣 A B C 我們頭兩條都是有A B C的 第三條只有A B 你當然要給多一點時間 去給A B C的三部分 所以一個簡單的計算 120分鐘除回46分的分數的話 即是說 你起碼用2.6分鐘去拿一分 或者你想拿一分的話 你2.6分鐘之內 你要很完結了 所以你自己乘回 4分、6分、8分 乘回2.6分鐘 你應該就知道 究竟你那條要回答多少分鐘 當然 這次我們這份卷 還有些5分、7分 甚至DX也有的 當時就再乘 但你起碼知道到的就是 夠時間就要走 你戀戰的話 沒意思的 你戀戰也是回到那個題目 你多答3-4分鐘 用了10分鐘去答一條4分題 用20分鐘去答一條4分題 可能各分數是一樣的 你拿極微是4分 那不如撥些時間 去後面答更好 那所以 以這次為例的話 如果這樣只乘的話 題1就是41多一點 題2就再做多些 題3就做少些 總共就是119.6分鐘 因為我用2.6 因為它加上4寫5入 本身我想用2.5分鐘 這樣就容易些計 2.5分鐘的話 就會提到就是40分鐘 45分鐘 還有到最後好像30分鐘 那是115分鐘 那你會覺得 那剩下的5分鐘去哪 偷了雞嗎 所以我用2.6來計 但是大家也知道 到計算 可以說一句 平時46分 這次我們有多少拍 8拍 8拍的話 就說我當 我當 OK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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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拿高點分 OK 但或者全部拿2分 就是很不夠時間 你全部拿到2分 你已經有16分 OK 行不行 那都夠了 我不是說夠合格 就是我講 46分裡面已經 坐底拿到16分 行不行 還未計你之前 可能有些分 拿高一點 拿夠4分 5分的話 其實你已經 已經接近合格分數了 對嗎 OK 所以大家自己要留意 那個分數的問題 其次就是 善用資料 我真的改到 哭這一份 OK 大家好放飛自我 明明卷1 是叫資料回應題 你脫離資料去答問題 這些就是叫放飛自我 TEAM的意識要有 主題句 有引資料 無論是數據表文字 還是這個 一個這樣的漫畫 OK 用回邏輯鏈做新術 OK E和A的比例 我之前提過 大家起碼是1比1 就是你抄三行資料 你給回三行的新術 我已經已經 OK 接著有時間 就做小總結 沒有的話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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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段寫好 都已經很足夠 記緊的就是 無論你的M 你有時間寫的就是M 沒有的就是 起碼A和E A也好 E也好 都是為了T這句 而服務的 主題句 為何要有E E是拿來 告訴別人 我不是自己吹的 是真的別人敢寫的 OK 接著A就是 你要將 E和A做扣連 就是靠它 為何我引了資料 是能夠推論得到我這句主題句出來的呢 或者將這句主題句 再做多些的新術呢 就是靠個A 所以為何你說E和A都是這麼重要 你要只抄 不做新術沒有意思 不抄東西 只要新術就是老脆 又是沒有意思 可以嗎 OK 這是卷1 之後我們再講卷2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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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